云林县议员陈芳吟在脸书陈述 去年初竞选议员时 因为知名度不高 只能加强和媒体的互动 结果再一次KTV聚会中 带着九亿的C名嘴 忽然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 对他两度言语性骚扰 让他觉得深受冒犯 却又不想得罪对方 只能隐忍 陈芳吟不愿公开说明一切 也取消一整天行程 日前周佩君事件爆发 名嘴朱学恒饱受各界批评 C名嘴还上节目批评朱学恒 陈芳吟看到这一幕 勾起难堪的回忆愤怒不已 陈芳吟痛骂西名嘴 比朱学恒还恶心 几个钟头后 他再度PO文 我在等你的公开道歉 如果今天等不到 我会勇敢公布 西名嘴的名字 就在陈芳吟二度PO文 后半小时 被影射的西名嘴 朱凯祥在脸书中表示 如今我无法记起 一年多前应酬中 是否有说过陈姻元 指控的那一句话 虽然不确定是什么环节 但让陈姻元感受如此 我道歉 15个月来 我未能更早察觉 陈姻元的隐忍 再次致歉 关于这一切 我深刻反省 陈姻元若要提出任何司法 或是行政申诉 我会全力配合 政坛性骚扰连环报 控诉人还是女性明代 这次他们决定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权益 我是新闻 黄总 杨宗宇 吴建宏 罗代张 SD小组 云林报道 哈喽 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 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